我呢今天花大概花40分钟 然后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天大的新文科建设 首先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新文科 也就是说新文科的历史方位 然后它的国际坐标 那么同学们可能在高中都学过历史 那么在中国的同学们呢 一般他会学中国历史 也要学世界历史 其实在世界历史学习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应该知道 就是说整个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工业革命 那么第一次呢是18世纪60年代 那么以蒸汽机发明的应用为代表的 那么这样的工业革命呢 其实就让我们从手工劳动 变到了工厂式的这种模式 大规模工业生产开始了 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呢 是19世纪60年代 那么它的代表性的成果呢 就是电的发明和应用 那么我们有了电话 电报 电灯等等各种各样的 我们的社会呢 进入了现代文明时代 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呢 就是20世纪50年代 那么它的代表性就是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等等 那么有了这些以后 我们的整个的工作模式 那么发生了改变 那么特别是网络的形成等等 那么让我们的生活工作 整个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现在 那么大家公认的出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那么这个这次工业革命出现 比前三次 那么这种它的间隔时间很短 但是它的改变非常大 那么它是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被代表的就像这样一个图 那么我们是赋予了机器 以人的思维 人的感觉 基本上就是把机器作为 就机器人 我们所说的机器人 就是进入到这种机器人的时代 那么这样一个时代 和前面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我们世界范围的大家都认为是 前三次工业革命 是什么 是改良性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活工作 在工业革命的条件下 我们得到了改善 得到了发展 但是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那么我们大家认为 它是一个深刻的转变 或者说是一种颠覆性的转变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它是一种 这个物理 数字 生物世界的跨界融合 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突破 那么这样的突破 给我们新的商业模式不断的出现 那么商务模式出现了颠覆 那么人的生产消费 运输和交付系统整个被重塑了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来中国的话 你们会知道我们的买什么东西 根本不需要用钞票 那么我们只要随便 随身带一个手机 任何支付都可以完成 所以整个这种 这个社会的整个商业模式 就整个被颠覆掉了 所以说 这样的挑战 对我们的教育 也形成很大的影响 其实最核心的是 对我们的同学们以后的发展 我们的工作 产生了很大的挑战 我举一个例子 那么在这儿呢 这是一个汽车的生产车间 那么原来我们进入了汽车生产车间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种同样是流水线 但是围绕这些流水线 有很多的工人在进行操作 但是我们现在有了人工智能 有了工业物联网 有了大数据等等等等 有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们现在车间进去以后 基本上找不到人 全是机器人 所以说这种状况 一方面整个改变了 我们人类的工作模式 那么我们不再 是在生产的第一线 然后在拧螺丝 在做焊接 在做装配 不是这样的工作了 而我们的可能工作 就是坐在计算机前面 我们来控制 我们来设计 我们来创造 所以说这种生产模式的改变 对我们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我们现有的 整个设计范围内 它的这个教育模式 可能还这种传统的 老师在讲台上讲 同学们在课下听 听完以后做作业 然后做完作业考试 可能还是这种模式 而且内容呢 很多内容可能都还是比较成就内容 完全跟不上现在的工业的变化 现在工业变化有多快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中国有一个腾讯公司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公司 那么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们如果你们手头在用QQ 在用这个各种各种APP等等 那么很多这些方面都是腾讯公司开发的 那么天津大学 腾讯公司也在进行这个合作 那么就是通过新工科的图计进行合作 那么我们跟腾讯公司谈过 我们说能不能把你们公司的最先进的技术 交给我们同学们 我们认为这样的话 让我们同学们能够跟得上 那么IT行业 那么它的这种进步 但是同学公司给我们说了一件事 它说我们可以交给你们 但是我们今天交给你们 等你们同学三年以后 四年以后毕业的时候 这个技术已经被淘汰掉了 也就是整个他们现在的技术的 更新换代的周期 大概是两到三年 甚至有的半年就是一个更新换代 所以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工程教育的模式 已经不能适应我们现在的人在培养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进行工程教育改革 而且我们还要为我们的学生着想 因为正像这个英国泰富士报 有一段话一样 那么现在的学生是幸福的一代 但也是不幸的一代 为什么说幸福一代呢 人工智能大数学界来以后 会让他的生活比以前更加舒适 他享有全世界的资源 也让他学习更有更高效 但是他也有不幸的一代什么呢 就是机器这些学生 会是和机器人增强工作的一代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 他未来的需求的话 那么我们的教育也要被淘汰 我们的学生也要被淘汰 所以说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成了全球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除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问题以外 那么现在世界范围内 那么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环境不断的恶化 那么还有我们的人口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带来的这个人口的资源的分配 还有能源的短缺 那么还有到金融和社会安全等很多问题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人的平均寿命不断的增加 那么中国人的这个平均寿命 已经达到了78岁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的现象 还有出现的这种老年病 各种老年化的病症等等 那么怎么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那么美国呢 提出了这个太阳能 聚变能源 碳分存等等 十四大工程大挑战 那么培养的就全球事业和征服 这些挑战的未来科技人才 那么同样这些命题呢 也是世界高等工程教育的一个时代的命题 那么面对这样的要求 那么世界各国呢 都在进行改革 我在这儿呢 就举一些美国的例子和英国的例子 你像美国MIT就是麻省领务学院 那么这是工程教育非常前沿和知名的高校 那么他在2017年就开始调研 那么现在的工程人在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那么在2018年推出了 MIT计划就是也叫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提出这样的计划 那么也就是说要培养 未来的适应未来发展的人才 那么同样的斯坦福也提出了2025这个计划 然后佐治亚理工提出了生意计划 还有一个就是欧伦工学院 那么他的就是重新定义 重新看待 重新思想 这个未来的工程教育 所以他们都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 那么同样的英国呢 这个就业和技术技能委员会 那么指出的英国需要在八年内 增长50%的Steam入学人才 才能保证人才的供给 那么这些人才包括什么呢 就是能够开放和了解制造业计划 那么工程那么制造计划 那么具有什么呢 就能够科学的把科学工程 还有这个技术还有管理 能够融合起来的这样的人才 那么他针对这个提出了 这个多项工程教育计划 包括开放和了解制造业计划 工程人才培养倍增计划 还有这个贝尔这个计划 贝尔这个计划等等等等 也是要培养未来的人才 那么世界范围都在变 中国怎么变 其实中国和世界同步 那么在2016年提出了新工科 这样的设想 那么在2017年 那么在2017年8月份 在中国的复旦大学 召开了第一次 中和性高校的工程教育 发展战略研导会 那么提出了新工科的这种思想 那么大家互相之间 达成了共识 所以说叫做复旦共识 那么到2017年4月8号 在天大召开了工科优势高校 新工科建设研导会 那么提出了天大行动 那么到这个7月9号 那么在6月9号 在北京呢 那么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成立了专家组 出台了中国新工科的指南 所以说叫做北京指南 这样的构成了2017年 新工科建设的三部曲 那么天大呢在里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新工科建设 就是为了培养未来的工程人才 这样的计划正式启动了 那么下面谈一下 就是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 那么天津大学在引领中国的新工科教育 那么为什么是天津大学 在引领中国的新工科教育 而不是清华大学等等这些学校 那么这个呢 我想在这介绍一下 天津大学工程教育的战略地位 那么前面放了一段视频 我也看了 那么同学们应该知道了 那么天津大学它的前身是北洋大学 是创办于1895年 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那么这是大家公认的 那么在中国成立最早的现代大学 那么它的成立之初就是提出了智强 首先储才 储才必先新学 就是培养人才 这个服务国家 提出这样的这种设想 那么整个天津大学呢 那么从1895年成立以后 那么在1913年 改名改为名称为什么呢 国立北洋大学 那么1938年 就是这个抗日战争时期 那么迁入了这个西安 这个叫做西北联合大学 那么到1951年定位为天津大学 1959年呢 这个中国呢 定了16所国家重点大学 天津大学位置其中 那么到1996年 那么中国提出了 这个211工程 也就是到21世纪 要建立100所 那么重点建设的高校 那么天津大学也是手批高校 那么到2000年 那么提出这个985工程 那么其实985工程这个概念 是在98年就提出来了 98年5月份提出来了 所以叫985工程 那么主要是建设什么呢 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 那么天津大学也是手批高校 那么到2013年 那么有2011计划 就是那么主要是建设 国家协同创新中心 天津大学也是手批 那么2017年 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高校 天津大学也是第一个 排在里面的 所以说天津大学呢 是一直有很强的 这种实力的发展的一个高校 而且从天津大学 这个运出很多中国现代大学 从这张图上 大家可以看出来 那么天津大学在1951年 运气调整的时候 那么采矿系 这个采石油组 那么并入了清华大学 那么和这个地日大学 那么水利系和土木系 这个分离出来进入到武汉大学 那么还有数学系 那么调整到南开大学 还有航空系 那么航空航天 进入到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 那么还有一部分 化工方面的 和勘账方面的 进入到中国石油大学 还有纺织的 进入到天津工业大学 那么野精采矿 被并入到北京科学大学 那么矿野工程 进入到河北理工大学 那么采矿系 还进入到中国矿野大学 还有造纸 进入到天津科学大学 所以说很多中国现在 高校都是从天津北洋大学 或者说现在天津大学 整个发展起来的 所以说天津大学呢 是基本上说普遇了 这个满山起步的 中国高等教育 为中国高等教育 做出了很多多的贡献 也正因为天津大学 有这样的贡献 所以说它在中国 受到了很多领导人重视 那么天津大学在历史上 这个它出台了40条 最后呢 被中国教育部 直接改为60条采纳 然后形成了中国大学的 领导机制管理机制 那么1983年 当时的天津大学校长 李鼠生 发表了著名的835建言 这也是后面的211 有85工程 它的主要的建设基础 那么202000年 然后吴武斯校长 率先提出了建设 综合性研究型 开放式国际化大学的 办学思想 那么现在这个很多高校 都是以这16字 这12字 作为这个办学思想 来办学的 所以说整个天津大学呢 走上了中国 现代大学办学之路的 最前沿 正因为天津大学如此重要 那么受到了 中国历届领导人的 这个重视 那么1958年 毛泽东 这是当时 中国的国家主席 那么新中国的缔造者 那么视察了天津大学 那么同样的 10月份 那么第二代领导人 就是邓小平同志 视察了天津大学 那么09年 也就是现在的 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同志 也视察天津大学 等等等等 历任的领导人 包括江文明 胡锦涛 都到天津大学 进行了视察 那么足以看到 天津大学 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 那么 这是前面 整个在 天津大学 在 整个中国 教育中的发展 那么在工程教育方面 近年来 在工程教育方面 天津大学 确实也是 这个在国内 引领它的 工程教育发展的 那么 中国的新工科建设 它其他的前期 是 2010年6月提出的 卓越工程计划 那么到16年 变成新工科 那么卓越工程计划的 这个 6月23号 它的启动仪式 也是在天津大学召开的 那么10年来 天津大学 共有21个本科专业 6个研究生 层次的学科 进入这个计划 参与的这个 卓越工程计划的 学生呢 达到了 13000余人 所以确实是 为中国的工程 发展 这个 企业发展 提供了大量人产 那么 刚才我提到了 那么 这个17年4月8号 在天津大学 开的这个 工程优势高校 新工科建立研导会 那么在这个会上 天津大学 提出了 天大行动 那么这个行动 也是推动 全国 这个全体系 全类型 全城市 开展新工科教育的 一个成为 一个重要的方案 那么 到2019年4月 在天津大学 又开了一个 很重要的会议 那么教育部 联合 这个工信部 发改委 能源局 等等 14个部委和单位 就国家的 14个部委和单位 在天津大学 召开了6昨夜 18间计划 2.0启动大会 那么这个大会 有一千多人参加 那么有 三四百个高校的 这个校长 来参加这个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的主题 主要就是 推动新工科 新医科 新农科 新文科的建设 那么为国家 培养 一流的人才 而且在这个会上 那么天大的 这个 全国新工科 教育创新中心 那么 城堡生部长 为这个中心 积牌 那么正式成立 这有了 第一个 第一个中心 同时 天津大学呢 到现在为止 已经成立了 这个全球的首个 新工科教育研究基地 就是天津大学 新工科教育中心 那么还有 天津市 新工科教育联盟 天津市新工科教育研究院 国际新工科教育联盟 等等 那么整个 推动了 新工科建设 从天津大学 到全国 就是到世界 这种的发展 那么为了推动 世界范围内 这工程教育的 交流 与改革的 那么天津大学呢 在2018年4月 举办了国际 新工科教育研导会 那么来自 世大洲 60一位大学校长 共同研导 新工科人才 培养的新理念 新模式 在这个会上呢 倡议成立了 新工科教育 国际联盟 共同迎接 面对这个 新工科 新工科革命的 新剧和挑战 那么这是 2018年4月 召开的这个会议 到2019年4月 那么在这个 深圳 召开了 中美新工科研导会 那么是由天津大学 和美国 组织亚理工学院 联合举办的 那么在这个会上 来自9个国家 51所高校的 与会代表呢 还有9位 产业界的人士 然后共同研讨 那么21世纪 世界高等 工程教育 面临的挑战 未来的产学研 合作对话机制 那么在这个会上 也正式成立了 那么有50个 国内外四大洲 50个文外高校 那么形成的 新工科教育联盟 那么在这个会上 天津大学 正式出台了 自己的 新工科的 建设方案 那么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 那么天津大学 新工科建设方案 还有它的实践 那么这是去年 这个在这个深圳 那么在这个 中美新工科教育 研导会上面 然后这个 新工科建设方案 的发布会 那么 整个这个建设方案呢 就是有一个名称 就叫CCI 那么 这是它的一个 简样的名称 便于大家记忆 那么中美的呢 就是新工科建设 填打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的 核心内涵 就是什么呢 就是新文理教育 那么就是从什么呢 从品格上面 那么要让学生树立 那么是这个 加国循环 就是爱国 爱人类 爱这个 为全人类服务 那么还有呢 文理教育 就是培养学生的 科学精神 创造力 那么适应 未来职业发展的 要求 那么还有就是 工程创新 那么给学生 厚重的 这些工程科学基础 严谨的工程态度 那么特别是 增强学生的 工程创造 创新能力 还有专业培养 就是以卓越目标为导向 培养学生的 这个自群 然后鼓励学生 展开创新创业 那么在这里面 特别提出了卓越导向 就是天大 提出了天大特质 那么这个天大特质呢 包含了四个方面 一个是天大品格 那么这个里面 要有时代责任 要有健康的 这个身心 这个要有 很好的自我认知 要追求卓越 坚韧不拔 那么这是一部分 还有就是天大思维 这里面思维包括了 我们的创造思维 系统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等等 那么还有天大能力 这里面包括领导力 执行力 学习能力 设计建造能力 创造能力 跨界整个能力 普通表达能力等等 还有天大知识 就是我们的科学知识 人本知识 还有道德伦理等等 那么要求我们的学生 培养出来以后 能够成为掌握 能够具有这四方面的 这个特质以后 能够成为 未来卓越的工程师 企业家 工程科学家 未来工程和科技的 创新的领运者 这是我们的 体重的卓越导向 那么核心路径 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 整个的教育体系 发生很大的变革 那么这种教育体系 不像以往 以课程为主导体系 而是以项目式 为主导的 这样的课程体系 那么课程 是为项目来服务的 什么叫项目呢 就是我们要让学生 那么不是简简单的 坐在课堂上听课 我们是要让学生 去进行实践 那么在实践中 发现自己的不足 知道自己应该学什么 需要学什么 最主要的就是 培养学生 自己的设计 建造 创造能力 所以说我们的课程模块 整个发生了变化 那么左边呢 是我们的传统的教育模式 我们的学生呢 在这儿听课 在这儿听完课以后 做作业 做完作业考试 但是右边呢 就是我们的 现在的教育模式 我们这种实践性的 创造性的这种课程 就是项目课程 是为主体的 那么别的课程都是服务于 学生的创造的 那么这样培养学生 还有很强的设计能力 能够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 而且能够创业 那么对学生的发展 对社会的影响 都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那么这样的发展 必然要求我们 改变以往的模式 以往的模式我们是以什么 是以专业为平台 以什么 以学院为这个 为主的形式 那么是这样的模式来做的 但是现在这种模式 那么 要求我们能够跨学科的 跨学院的 来进行我们的人才培养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让学生来做一个手机 那么大家所用到的手机 那么所里面所含盖的知识 不仅涉及到材料 不仅涉及到 这个 我们里面的线路 那么不仅涉及到 我们的加工 还要涉及到什么 还要涉及到通讯 还要涉及到 我们的控制系统 等等那种这些 所以它是一个 集成性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人才培养 必须要打破原有的 这种学院界线 所以说我们是什么呢 是以星光平台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运作的 那么也就是说 面向未来 我们构建未来技术学院 那么它是各个学院 来进行交叉 那么专业 来按在多个学院的支持下 共建这样的专业 那么像未来智能机器系统平台 那么它就是几个学院 共同来建这样的 来建这样的一个平台 还有未来智能医疗健康平台 那么是由医工 清移计算机 数学 药学 理学 他们共同来建设的 所以它的整个模式 和以往的模式 那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也给我们的学生 提供了很好的资源 让我们学生 更有利于它未来的发展 那么在上面提供的计划以后 那么天一大学呢 一边在设计这个计划 一边呢 做了很多工作 做了很多布局 那么第一个 就是新工科的学部 和学院的建设 那么在18年5月份 5月16号 那么天大成立了 智能和计算学部 那么这个学部呢 就是把计算机学院 软件学院 还有当时成立的人工智能学院 然后三个学院 合并成一个学部 那么面向未来的智能 和计算大数据 这些人才进行培养 那么同样的 在这个18年4月14号 成立了医学部 但是这个医学部 和以往的医学完全不一样 那么它是工程 智能化的工程医学 是和传统的医学 是不一样的 它不仅仅是培养学生 能够去这个通过什么 通过传统方式 就给病人看病 它更多的是通过机器人 大数据这种方式 那么让我们能够实现 手术机器人 给病人动手术 然后呢可以通过 这个大数据 在千里之外的 给千里之外的病人呢 进行诊断 进行会诊 看到是到底得了什么病 它这个全新的医学的 这种方式 同时呢我们建了很多专业 那么这个专业呢 就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智能医学工程 人工智能 金融数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还有什么呢 智能制造工程 这个创新设计与卓越管理 还有什么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还有网络公共安全等等 建立了八个新的 这种新科专业 那么新科的建设 离不开什么呢 离不开这种企业 特别是我们前沿性的 这种企业的结合 像这个 人工智能方面的 还有IT行业的等等 大数据行业的这些 那么从2017年开始 天津大学呢 就和腾讯公司签署了 全国首个 校级合作备忘录 后面呢又和华为公司 还有恩字浦 还有这个 40多家企业呢 建立了全方面的合作 那么成立了天津大学 新科实验班 校恩字浦公司 还有天津大学 这个 这个腾讯 这个新科实验班 等等 那么这些实验班呢 就是可以和这些公司 结合起来 进行人才培养 确实是让学生呢 切身感受到这些企业 那么它的快速的发展 那么也适应未来的职业发展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在团道的 未来智能机器系统平台建设 那么它呢是针对未来的这种 这种新的机器 这种新机呢 不一定就是我们常规的意义上的机器 那么它就说 只要是我们人类造出来的东西 服务于企业和人类生活的都叫新机器 新机器 那么这些呢 那么由机械学院 自动化学院 精英学院 资算学部 微电子学院 数学学院等等 六学 七个学院 共同来建设 那么来把这些平台建设起来 那么这样的学生呢 他们呢 就是他的学的这个范围会更广 那么更有力于他们发展 同样的就是为了我们学生的这种 做这种项目教学 我们建设实践教学平台 那么围绕呢 这个跨学科项目教学呢 统筹了学校的教学资源 我们建设 还有智能系统平台 还有创新创业平台 这个里面 我介绍一下 我们的智能制造平台 那么智能制造平台呢 包含了创意工作坊 那么在这个里面 配备各类手工工具 加工设备 还有3D打印 3D扫描仪 还有激光雕刻机等等 那么支持我们各类 创新设计和这种 创新实验的验证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智能设计中心 我们配备高性能的计算服务器 各类设计软件 PDM系统等等 那么支持各类设计建模 仿真 还有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在这通过计算机 发我们要做东西都可以设计出来 那么还有什么呢 多模态的人机交互 我们可以实现动作 眼动捕捉 还有脑电分析 人机交互分析 还有VR 就是虚拟现实交互等等 这些系统 那么它可以支持各类设计建模 仿真 还有数据分析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虚拟仿真 系统决特系统 那么它呢 就是用多体运动学仿真 交互是人机 功效分析 实时的 实时的沉浸式协同等等 那么它可以做 在这个 做这些虚拟的样机 还有做人机 交互的工程 做有限员分析 做协同决策等等 这样一个平台 从它的 一开始的创意 到我的设计 到人机交互的 这种模式 到这种数据分析 比如到 用虚拟访论的方式 来设计我们的作品 那么整个就形成 很好的平台 对我们学生呢 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那么同样 我们学生培养呢 也做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把最前沿的科技成果 和最新的企业的技术 引入到课堂里面学习 像这个 智能学工程 这个专业 那么它就是把这个 老师们的 这个 我们中国有很重要的 就是神工 这种平台 那么它是一个脑机接口 那么在这个 中国这个 巴士的天宫 这个飞船上面 然后这个人呢 不用用手机操纵 只要用脑子去想 就能够来操纵按钮 那么这就是脑机接口 它的 它的这种应用 那么这个 已经应用到 我们的 这个人才培养里面 还有什么呢 通过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帮助 残疾人 可以让他站立起来 那么 这个 像一些 这个瘫痪的病人 我们可以把这个支架 这个放在他的 放在他的身上 那么他只要一想 我想站起来 那么这个机器 就可以控制 这个脑机接口呢 它发动词微 就可以通过脑机接口 传输到这个机器里面 这个机器 就可以让这个人站起来 这些都已经实现了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的 把一些企业的内容呢 也搬到了 我们的课堂上面 我们学生参与设计 生产制造和智能物流的 生产线 那么可以在这种 物流系统里面 那么直接来 在学校里面 就可以来设计 那么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我们和企业 有很强的合作 像我刚才谈到的 恩赐普 腾讯 华为等等这些 那么他们参与我们 人才培养班的修订 还有课程体系建设 那么他们的老师 像这是恩赐普公司的 这个副总裁 那么杰弗里 那么他呢 给我们学生 就直接来给我们讲课 我们的学生呢 也到他们的企业的公司呢 进行参观 那么企业的人员呢 给我们进行讲课等等 这样的话 这个企业人员 他现实的 把这个企业的 这种各种 遇到的各种问题 那么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产品怎么开发 那么整个讲授给我们的同学们 让我们同学们在学校就知道 企业是怎么运作的 我到未来到企业 我应该在学校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培养什么样的能力 那么这样为他以后的发展 达到河岛基础 还有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 刚才我说的是项目的教学 那么这是我们有一个项目课 就设计建造 它的课程不是单一的模式 那么它的设计 从客户需求分析 到定义问题 就概念设计 然后到提出解决方案 到详细的来 解决方案就是什么 你要做完飞机以后 用手绘圆形做出来 然后设计 进入到设计表达 就是要通过3D建模的方式 把这个模型建立出来 然后把机械系统建立起来 然后机电控制系统 电路设计要设计出来 最后把这个原型机做出来 然后最后要进行成本合算 所以说我们是这样 整个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呢 这门课不是三四年级学生做的 是我们第一年 刚进入学校的学生 做出来的东西 他们已经能够把这些东西 做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新工科强调的什么 强调的是学生的设计能力 创造能力 而不是简单强调你知识掌握 知识掌握情况 是怎么用知识 解决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第一个项目的课程 还有一个项目的课程 设计建造 那么我们的课程 有群组织在七位老师 在几个学院的七位老师的 这个帮助下 他们通过研讨式学习 通过自学的这种互相的讨论 在实验室讨论 然后自己做出自己的东西出来 这就是一个我们一年级同学 做出来一个例子 能够一个小的机器人 能够直接把什么 能够直接在白板上画出的图形 同时又能够擦除 就能够把这个机器人能够设计出来 注意这是一年级 刚进入到学校的学生 设计出来的东西 可以看到新工科对人才的培养 它是整个是一种新的培养模式 确实挖掘出我们学生的创造力 给我们的学生 以后的发展变得很好基础 那么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前年我们的学生 他的作品 那么还有一个 今年这门课我们改了 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 中国也好美国也好 然后都已经发射了火星探测器 那么我们今年就针对火星探测 我们在智能电子创客设计实践里面 给学生做了一个这个XMARS 就是这样的一个火星创客竞赛 那么也就是说面向火星探测 我们进行机器人的设计 进行自动化的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 让学生的大胆的推理和设想 然后设计一个这个机器人 能够在火星上执行任务 这是给我们今年入学的 第一学期入学的新同学 这个发布的课题 他们现在正在做 但是作品还没出来 我相信等你们来到天大的时候 应该能够看到他们的作品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工程教育呢 已经进入了快速和根本性变革的时期 那么天津大学呢 在引领中国的新国建设 深入实施新工科的 那么建设的天大方案 那么也推动未来工程技术领域的 领军人才的这种培养 那么天津大学呢 也欢迎世界各国的学生呢 到天津大学进行学习 也希望我们和大家一起 为全人类创造更美好的这种世界 大家来共同来奋斗 以上呢就是我的报告 我呢在天津大学等着大家到来 谢谢大家